5月2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历史潮流势不可当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使国际社会广泛共识 亚欧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国家最多 文明最具多样性的地区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亚欧合作之路应该怎么走 这不仅关乎地区人民福祉 也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走向 习近平强调 对于这样的时代之问 历史之问 中国的答案是明确的 我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呼吁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 开拓造福各国 汇集世界的幸福路 习近平强调 作为亚欧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欧地区 也汇集亚欧地区 中方真诚希望 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走身走实 各国团结协作 陆立同心 携手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 今年下半年 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方愿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一道 继续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共享机遇 共克时间 共创未来 携手谱写多极化世界 文明进步新篇章 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 于5月24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 主题为多极化世界中的欧亚一体化 主题为多极化世界 文明